提起邓佳佳,有的人可能连她是谁都不知道,可说起小姨妈唐悠悠那瞬间脑海中浮现那个爱说爱笑的女孩。 没错小姨妈就是邓佳佳,邓佳佳可以说是有颜值有演技的演员了,演得了温柔小白花,演得了很辣女反派,演得了性感美娇娘,等等。 更是凭借全民目击获得金鸡奖最佳女配角,可以说给到她手上的角色,基本上统统拿捏。 今年的邓佳佳,更是高产专业户,作品一步接一步,还都是女主角,回廊亭,匆匆的青春,通天塔,至勇敢的你,以及刚刚官宣定档的灿烂的转身。 霸平的节奏,网友大呼唐氏表演法则开挂了。 但是这几部作品的水花貌似都不大,看来红不红真是一门玄学,有人默默拍戏,一步接一步,就是不火,也有人仅仅凭借一部戏,便晋升顶流。 小姨妈已经39岁了,希望她快快活起来,将唐氏表演法则发扬光大。 话说,你看过的邓佳佳的第一部作品是哪部?欢迎评论区,留言讨论。 我先来,侠客行李的阿秀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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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订�